中文字幕 李宗盛 立冬代表冬天正式来临 这个时节最适合进补 清而不醋的享乐是很好的食材 其实大泥是比较新鲜 这些是比较短 比较肥 它的淀粉质含量比较高 所以适合熬汤 如果很长的那种 通常是比较爽的 那种适合凉拌 用来清炒 中间那节肉比较甜 还有多肉食 如果不需要买一整节 就买中间那节 我们现在买完莲藕 我们跟着去买猪腱 这里有一条根 其实煲的汤很好吃 这是猪后腿的腱 它煲完汤之后就腍滑吃得 所以如果你想吃汤叉 我就建议买猪腱 怎麽不漂亮 就是摸上去黏手的 如果摸上去滑的 那可能是冰鲜那种 这个箱头呢 我们是否连起碗盐 因为那块盐含豐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所以我们是连起碗盐 一起煲汤才是最有益的 那这个就是七孔牛 它是比较短身一些的 比较肥丝丝粗壮一些的 它含的淀粉质是比较多 所以煲汤就比较糯 比较好吃 这个就是九孔牛 就是有九个孔的 它就比较瘦长一些 还有皮滑 皮肝肉滑一些的 它就比较爽脆 清甜一些 所以是适合凉拌和清炒的 这个节呢 平时我们如果不用 就留起它曬干都可以的 小朋友容易避出血的 所以我们就要来煲水给他喝 煮至大滚 滚起之后呢 改用中慢火煲一个半小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